現在可能是靈魂這一套講座 首先知道我這個講座並不是想教導大家任何事情 只是想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經歷 所以這個講座並不是所謂大師對聽眾的傳導 只是一個密密無名的、無謂、小心 本身是講自己非常神奇的經歷的點滴滴 這個第十講裏面講的是什麼呢? 是搖視功能 其實有沒有搖視功能呢? 無謂經歷過就是 所謂搖視就是遠距離、distant 這個是location versus distant object 就是一個遠距離的對象 本身之間你是否能夠有視野的遮障 都可以知道它的存在 和它存在的形式 搖視功能 有些人說搖視就是remote viewing 或者是clearance 千里眼 就是千里之外 有首歌是千里之外 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真相 其實這些很多東西就不需要無謂說 因為書本也有很多介紹 或者媒體也有很多介紹 不過我現在是要研究的 怎樣 俄國也有 中國也有 美國也有 怎樣可以去了解 總之是在視野之外的 一個距離 你是會見證得到它的存在 這就是搖視功能 是不是要千里眼 要千里那麼遠 這就是另外的話題 但是呢 其實 視野之外 很簡單的 你不是眼是視野之外 你不是眼吸著眼罩 或者眼鏡 是不是你可以看到 某個地方有某種東西 是真的存在的 而是你沒有用眼去看 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 遙視功能 遙視 在遙遠的距離 可以視覺得到 惹這個功能是存在的 是人的第六感 靈魂知覺的一種功能 但是 是不是真的遙和視呢 是不是在遙遠的地方 你去看 去視 看得清楚 看得真真確確 其實不是用你的眼的 所以他們搞錯了這件事 其實 remote viewing is not remote and it's not viewing 並不是remote的距離 遙遠的距離 也不是看 因為不是用你的眼 只不過 其實 解決得到的 你解決得到的 那個原因 是甚麼呢 cause是甚麼呢 就是說 根本上 人 只要你 利用這個 第六感的靈魂功能 是可以用意識去連鎖 一個遠距離的對象 譬如 這隻貝 你沒有看他 你想那隻貝 上一隻貝 其實他是會一個 心 不可以說是心理 是 自長 信息 連接線 是會連接到這個 杯 這個杯的時候 他的信息 他的information 他的資訊 是會通過這個連接線 是會回傳給你的靈魂知覺 你的靈魂知覺 在某種情形之下 是可以反映得到 反映得到的時候 你是會知道 他的location 他的定點 好像GPS 知道他的定點 而是收到他的信息 就是他的形象 他的狀態 以及他的功用 這樣的信息 這個就是 並不是遙視 你不是用眼睛 是 本地這個定點 定點接收 遠距離 信息的傳播 的過程 所以 遙視功能 你可以說是有 可能是沒有 有 是因為確實 在遠距離 視野以外的 某個注意定點的 物體的信息 是可以傳遞給你 你可以通過靈魂看 第六感 去知覺 這種狀態 但是其實 不是用你的眼睛去看 也不是你的眼睛 飛到遙遠距離 高高再上去看 所以 在這裡 簡單地解釋了 這個 遙視功能 存在與不存在 這個問題 但是之後 以後會詳細地慢慢解釋 因為這個 裡面有很多 複雜的原理 包括生理學的原理 包括物理學的原理 包括心理學 剛才是生理學 而是心理學的原理 也包括眼結構的原理 今天